准备根吸管上面留一点 其他地方全部拉开 下面也压出痕迹 根据压出的痕迹 我们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剪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把下面一节剪掉 再用剪刀把它两个触角剪出来 再把它身体每个关节剪断一半 剪好后我们再把它每个小环子 隔一个剪开一个 全部剪完后我们把它腿整理一下 剩下的我们把它眼睛还有腿画出来 画好后我们把刚才剪的线塞到另一头 然后我们拉动那个线 这个毛毛虫就活了